老闆好 讓你能不能額問 我們的援警非常辛苦 尤其像我們的移民署 還有我們的港警 航空警察 他們都在第一線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代表總統和院長 來感謝他們 尤其大家知道說有郵輪的停火等等 他們在執警都是也站在第一線 那在最近的這些 武漢肺炎的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我們的 航空警察的港警 整個都有互相資源 在處理這些事情 那另外我們其他的園警 對於失聯的這些 也按照內政部的指示 用通勤犯的規格 重大型犯的規格 把這些失聯的人 都找到了 這都是發揮很多的精神 所以我特別來感謝我們的弟兄們 那也來這裡關於他們的口罩 現在都第一時間都直接發給他們 那我也跟內政部跟相關的他們提到 他們有關加班的問題 絕對不能聽聲 他們已經這麼辛苦了 那該有的這一些照顧他們的 我們都全力來支援 部長 這條關警政司法律家經的那個人事啊 那個人事 我們在整個的工作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當我們第一時間 我們警察同仁 說要找這些失聯的 居家隔離跟居家檢疫 我們所有通緝犯的規格 去對待的時候 一開始 真的一個月前 當我發布的時候 一開始大家想說 哇 這是很難的 那有這麼嚴重的態度在對待 現在 我們警察同仁走到哪裡 人家說這樣對 感謝我們用通緝犯的規格 在尋找這些失聯的人 讓我們的疫情控制 讓我們台灣能夠安全 為大家可以看到 對待我們 對待我們 為為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